云朵在我手上 拿五十万来换 三天后在芝江广场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不许报警 否则别想见到他 宁夏 我有急事离开一趟 孩子们交给你了 还蛮无故事离开 以前的人生感触过 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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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牙 哥 你那边怎么样 你就放心吧 事全办了 现在他们两个 已经捏在我手心里了 咱们值哪儿 他们就得打哪儿 这么厉害 还有啊 我把云朵那小丫头 给带走了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还留了纸条 我跟他要五十万 演得跟电影里似的 依我看呢 江百合肯定要找你弟弟筹钱 这下 有的他们忙一阵子了 你就当着看好戏吧 你真行 这样的办法你都想得出来 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这要是那个云朵 把你认出来怎么办 放心吧 黑灯瞎火的 我戴着帽子他们认不出来 这孩子蔫了吧唧的 没那么机灵 再说了 我也只是 只是吓唬吓唬他们的 不是你让我给他们 找点事忙的吗 而且啊 三天后 我还让姓江的 到芝江广场电话亭 等我电话呢 你这是绑架 绑架儿童是重罪 我一谈报警怎么办 李总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再给你打电话 李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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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就成了绑架了呢 李总 走 喂 黄蓉 米朗哥 你上海那边事 办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回来啊 都办完了 我现在刚刚回到云山镇 准备明天早上 上山找百合去 你还真是弃而不舍呀 我看这丝百合夹 肯定能跟你下山 我说两句 明朗啊 我是妈妈 找到百合了吗 你 你好好劝劝她 这一次一定要给我 把云朵和百合一块带回来 妈 行了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就不操心了 那不是我儿媳妇吗 妈 明朗啊 妈想跟你说两句话 以前呢 很多事情 是妈做得不对 给了你们很大的压力 你把我这话也带给百合 就跟她说 妈对不起你们 一定要带到啊 妈 别这么说 刘妈妈 我来 明朗哥 加油 我们都看好你 行了 知道了 好 放心吧 很晚了 你们两个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谢谢 谢谢 其实你们家离我家这么远 你不用每天来送我 太辛苦了 都送了那么多年了 如果一天不送 我会很不习惯的 我走了 回去打电话给你 明朗 你今天的车票 是不是穿在兜里了 应该是吧 给 你要干嘛 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 能记住吗 我能记住啊 你能吗 应该能吧 应该 我能 我能 好吧 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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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抱紧握 别再冷漠 别故意闪躲 草草 我爱上你了 你就是我的女神 我一直在心里发誓 我一定要娶到你 我会让你变成 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我知道 你渴望有一段 童话般的爱情 虽然我现在 还是个穷小子 但是我有一双手 我一定会给你 打拼出一份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今天这些 都是为你准备的 我还不能给你太多 只能给你一次 浪漫难忘的回忆 草草 嫁给我吧 求你了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 齐磊 我不齐磊 为了这次求婚 我把这儿都包了 你 你答应我吧 你不齐来我踹了 那你干脆踹吧 你要不答应我 你就踹死我 那你跪着吧 不是 草草 草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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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没给钱 给你给你 都给你 连这盒都给你了 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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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做这么多 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心动吗 心动什么呀 要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要什么跟我说 幸福就一定要 以物质为基础吗 两个人共同努力 实现目标不好吗 你怎么那么肤浅啊 刘大华 我 我怎么 我只能取悦你呀 那你取悦对了吗 我不知道别的女孩怎么想 可我林草草就想过 平平淡淡 简简单单的日子 真的假的你 你嫌女儿你呀 不识人间烟火呀 我就不识你这团烟火 不 我 我干什么了我 我至于让你 输了我一条街 再说了 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 太过了你啊 刘大华 我要是物质的女孩 我找你干吗 你有钱吗 然后我错了 我错了 行不行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想让你高兴一下 高兴就得那么不肠浪费啊 那你说你花了多少钱啊 全部 全部是多少钱啊 全部存款 不过也没关系啦 反正你也没答应我 我也没什么用钱的地儿 就是有点 仙女儿 能不能陪我吃点人间烟火去 仙女请你吃面 好脸 面来啦 没有啊 我的大龙虾呀 彻底变成龙絮面了 伤心啊 我的心呢 求婚这事 就算拉倒了呗 我好像只说了铺张浪费 没说别的 什么意思啊 你说猪吗 你起来 你起来 伙子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上跪天 下跪地 中间跪父母 你可不能这么没出息啊 我乐意 但对不行 跪双腿 能达莫地不后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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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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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呀 你醉坏了 我儿惊喜的机会都不给人家 反倒被你给惊着了 好好说话 太高兴了 老板 来盘牛肉 老板 我只碰面钱 不要 不要了 我看看 我的 是 挺好看的 我的 小燕子 乖乖 小云朵乖乖 乖乖水呀 我跟你们说呀 每天要坚持给他做一些局部性的按摩 是啊 我每天都在给他按摩 不错 要坚持 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好 谢谢医生 洪医生你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妈 洪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你爸的情况有一些好转 他天天都在说后转 可我看不到什么进展 现在像你爸这个情况 也只能这样了 只要心率 血压 血糖都能正常 我们就等待着他慢慢地恢复过来吧 希望爸能早点好起来 李天 公司现在已经由你来管理了 你呀 多上点心 别老瞎折腾了 我知道 再说啊 你爸现在不在公司 明朗的经验也不足 你就多费费心 多帮帮他 您放心 我让你過去 你还 Will ано 你 我 养 它的 在自己 哥 孩子怎么样 藏好了 在我家里 我说哥 我感觉这事有点大呀 要是不行 我把孩子送回去吧 你觉得这个事情 闹得有点大 你绑人家孩子 还留长条 这都是证据 你现在把孩子送回去 有什么用 哥 我看不行 你给我五十万 我 我立马消失 五十万 太少了 你走不远 我给你两百万 两百万 三天之后 你给江百合打电话 说要两百万现金 那 那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 现在你只能听我的 没人就得了你 那 好吧 老板 老板 我接下电话用啊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不通呢 喂 红尔 红尔 明朗在家吗 百合 百合吗 你好吗 我很好 红尔 我找明朗有急事 你赶紧让他接电话 哎呀 明朗他现在不在家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要不然你打他的手机 哦 好 喂 喂 草草 我是百合 你快点 快点来西战接我 对 西战 云朵失踪了 老板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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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夏 你怎么在这儿 百合 百合 百合去哪儿了 他昨天晚上急冲冲地 说要去山下一趟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出什么事了 雨萱死了 什么 都是我幕后 我不应该来山上的 我为什么要来山上 都是我的错 雨萱是为了找我 才掉到山下去的 雨萱哥 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情人 现在连他都不在了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雨萱 真没想到你走得那么突然 百合在这儿 多亏了你的照顾 我都没有亲自跟你说一声谢谢 一路走好 雨萱走得那么突然 百合应该很难过吧 难道难过的 就只有百合一个人吗 明朗电话打通了吗 打不通啊 那你接着打呀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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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 咱报警吧 可纸条上写的不让报警 我担心雨朵他会 那怎么办呀 五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好 大华 打打打打不通啊 你 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 心里面空空的 好害怕 盼望着天亮能够见到孩子们 一切就会好起来了 但愿 云朵能够接受这里 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 幸亏有雨萱的帮忙 我已经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 云朵也比以前开朗多了 雨萱真是个好人 不知道 明朗过得怎么样 但愿一切都好 没想到 你会想把你带住 我来的想法 多久 因为我曾经在家里面 你带来过去 你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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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杰 宁夏 開門 给我出来 这信是你写的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在我手机上面 做了手脚 然后写信给百合骗他说 我跟黄蓉在一起 这次你又突然上山 然后百合就不见了 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明朗 你误会我了 我不知道百合他们去哪了 我跟你说 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明朗 你相信我 明朗 喂 大华 怎么了 我说明朗 我们找你好久了 总算打通了 山里没有信号 说 怎么了 云朵被绑架了 喂 云朵被绑架了 是啊 你在哪儿呢 赶紧回来呀 快点 好 干嘛呀 干嘛呀 是不是又饿了 吃点饼干 喝吃吧啊 麻烦带个孩子 麻烦带个孩子 来 喝吃点饼干嘛 哥 我害怕呀 孩子现在在哪儿 在我家里呀 你怎么还在家里 行了 行了 在家里面待着 我马上就到 哥 哥 哥 小孩呢 在里屋睡着了 我家里面待着 我家里有些钱 给你们买点好吃的 别让它累着 冻着 饿着 知道吗 哥 下面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如果当初你动动脑子的话 就不会弄到今天的地步 你说怎么办 哥 不是当初你让我这么干的吗 打住 这是你的想法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谁要来 没人哪 谁呀 我呀 二姨 我二姨 好了 你先上里边躲一下 前孙 前孙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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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你干啥来了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你看看 黎太太给了我些衣服 你看多好看的衣服啊 来 你试试 好看 你穿挺合适 拿着拿着吧 好看好看 二姨 这 这都是黎先生的衣服吧 是 这些都是给你的 你看 谢谢二姨啊 我说你啊 你瞧你这乌乱的 来 我帮你收拾收拾 这么大的人了 也不知道收拾 二姨啊 不用收拾 我这一个人一个光棍 还不用收拾呢 你瞧你这一对脏衣服 来 我帮你整理一下 拿回去帮你洗的 二姨 二姨啊 二姨啊 我看你啊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怎么回事啊 二姨难得来一趟 帮你收拾收拾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事啊 我没事 二姨 二姨啊 待会儿天就黑了 你要这么大岁数 你说摔着怎么办呀 是吧 早点回去休息吧 说了句人话 你这怎么还有这个呀 孩子的棒棒糖啊 二姨啊 这个 这个是我一朋友 前几天来这儿 他家小孩落这儿的 你也有朋友啊 二姨 瞧你说的 谁没几个朋友啊 是不是 对了 这以后我来 你这儿收拾收拾的 你不在也不方便 你给我把钥匙 我再来不就方便了吗 要 要 要 钥匙啊 你快去拿呀 好 好 快去 哥 怎么办哪 二姨啊 你看 钥匙 行 以后我来就方便了 你自己也要收拾啊 行 阿姨 早点回去啊 路上小心点啊 知道了 慢走啊 哥 下面该怎么办哪 赶紧完成任务 赶紧收钱 赶紧离开这儿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这 两百万 是不是太多了呀 你今年四十多岁 去个小点的城镇生活 每个月开销不会很大 两百万 够你以后用个几十年的了 足够你 下半辈子用了 你就知足吧 哥 这 这不是钱的事 这人命关天哪这个 早知道人命关天 你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你没有其他选择 一 收钱 二 坐牢 你自己选 哥 我收钱 百合 百合 你先别着急啊 既然绑匪留了纸条 就证明他想要钱 不会伤害云朵的 可是云朵的病 刚刚才有起色 他还那么小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肯定都吓坏了 我真的很担心 邦匪会不会为难他 云朵他现在饿不饿 冷不冷 好 云朵那么机灵 一定会没事的啊 别担心 你说这现在 这些人都怎么回事 这是 都想钱想疯了吗 别让我知道这谁干的 但凡我知道是谁 我就打算他 行了行了 别那么多废话 我们现在关键事想想 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啊 先把钱凑齐了再说吧 肯定是明朗来了 他们去 好 大伙 来来来 快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报警了吗 不行啊 保匪不让报警 否则他们会伤害孩子的 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 什么联系方式之类的 就这个 你看出什么了 我觉得有些古怪 怎么了 你想想 如果你是绑匪 你要绑架的话 肯定去绑有钱人家的孩子 怎么跑到农村去绑架呢 而且村里面那么多小朋友 为什么是云朵 对啊 这上面显得要五十万 他们肯定是很清楚 你能拿出那么多钱 才敢要那么多 我认为他肯定很清楚 你跟云朵的所有情况 可是我在云山的事 没有几个人知道 什么人干的 谁呀 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只想见到云朵 这一天都过去了 这一天都过去了 也不知道云朵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当初答应周姐 要好好照顾云朵 我没能信守承诺 云朵自从跟了我之后 先是生病 现在又是被绑架了 我 我真的对不起周姐 我对不起她 我 百合 你不要自责了 这件事情你也不想了 他们不说要五十万赎金吗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 我一定会让云朵平安地回来的 是啊 百合 咱只要把钱给绑匪 他肯定会放人的 你放心吧 对对对 钱不是问题啊 咱们现在就等着绑匪电话 天不早了 你跟明朗先回去休息吧 草草 今天晚上我想住在你这儿 方便吗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 我爸妈反正去老家看亲戚去了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百合啊 你好久都没回家了 你还是跟明朗回家看看嘛 表哥真挺想你的 没事 没事 就让百合今天晚上住这儿吧 有草草陪着他 也可以跟他好好说说话 百合 你们早点休息 别太着急了 云朵我会想办法的 行 那个大华 你跟明朗一起走吧 他还能带你一顿 行行行 早点休息啊 好 回去不回去 走了 拜拜 嗯 哎 是吧 明朗 我这个人你也知道 办事虽然不是出类拔萃 但也是直接干脆 可你呢 咱俩虽是表亲 按辈分来讲呢 你还得叫我一声表哥 我叫你一声表弟 咱俩也算血浓于水 可是你这一脚 踹不出颗屁的性格 到底随谁呢 你要知道 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方式 它不一样 我们男人之间 一个眼神就心领神会了 女人不行 你的表达不但心里要有 表面上更要有 你得主动为她做点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有百合 但你得往外露啊 百合她不原谅我 可能我做得还不够吧 那你就做呀 大胆做呀 想象力呢 魄力呢 你跟百合不用那么绅士 你爱她就得跟她说 给她做 你得保护她 让她相信你 自古以来啊 这男人就夹在妈 和媳妇之间 就得受这个夹板戏 是吧 可是你想想啊 你跟你妈她住了多少年了 你跟百合又住了多久 一个外星人到你家来 彼此之间都有心结 你左拉一把 你右拉一把 这不就成一家人了吗 我表姑和百合 他们两个就像两股冷空气 你得像火一样 去烧他们 让他们融化呀 我 来 去 你 百合 你跟明朗都闹这么久了 也该原谅他了吧 我听大花说这些天 明朗为你办了不少事 一趟一趟地去云山 连公司都不管了 你们俩其实也没什么矛盾 不就家里那点事吗 自古以来 婆媳关系 本来就说不清楚啊 更何况你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总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啊 你说是不是 我劝你啊 赶紧跟明朗和好吧 明朗有没有跟你说我们的事啊 什么事啊 我和明朗已经离婚了 我和明朗 什么时候啊 是我上云山之前提出的 他前一次上云山 同意了 那 那 为什么呀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都懂 你懂个屁 你懂你弄成现在这样 你看我 我跟草草 我把它烧成什么样 都烧成什么样了 男人是要有尊严 可是尊严也得分对谁吧 不要再说了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 行啊 黎明朗 我怎么早没看出来 你够狠哪 百合多好一姑娘 你怎么就舍得 你以为我想离婚啊 我跟百合离婚 是为了跟她重新开始 我之前欠她太多了 根本就无法弥补 我只能选择重新开始 我要选择重新追求百合 那重新开始就得离婚呢 你知道婚姻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 她把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 你倒是好 说离就离了是吧 我知道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不妥当 但我是真心爱百合的 你不用跟我说啊 找百合说去 等云朵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等云朵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我会重新把百合追回来的 你放心吧 这你说的啊 行 明天你怎么想的 又没有我都找几个人 明天百合 只是等绑匪的电话 还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我怕人太多会节外生枝 你不要乱来 你也别去了 你不要乱来 知道了 如果要是有情况的话 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行 我和明朗结婚之后 给明朗添了不少的麻烦 我让明朗很痛苦 我不能带给她幸福 你 我都服了你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平时看着是个挺有主意的人 怎么感情上这么烦糊涂啊 我没糊涂 我想得很清楚 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 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你跟明朗的感情 青梅竹马 你大学上了一年你就出国了 人家一心一意地等着你 我知道你们俩的感情来之不易 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可是我就没有见过 猎人之间像你们这么客气的 那过日子 那不就是得踏踏实实的吗 怎么能像你们这样呢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出来 说开了就过去了 你们俩真是活在童话里边 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简单了 不怪明朗 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谦让啊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只想找回云朵 哥 哥 哥 阿 明朗 怎么了 妈 哥在不在 没在呀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明朗 你今天到云山去了没有 你把我的话带给百合了没有 百合什么时候回来呀 百合不在云山 不在云山 回来了 在哪呢 百合在哪呢 百合不在云山 云朵被人绑架了 绑架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快跟我说说 云朵在云山被人绑架了 那些绑匪要求 拿五十万才肯放人 我的妈呀 那 那怎么办呢 儿子 咱们报警吧 不能报警 他们说如果报警的话 后果自负 所以我们现在 不敢轻举妄动 这 怎么会这样呢 是我哥 喂 哥 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事找你啊 好 我马上回来 好 这个是我一朋友 前几天来这儿 他叫小孩辣下的 二爷啊 你看 钥匙 赵前孙 赵前孙 你救个人 你救个人 他叫你救个人 我好 好 是不是 就是 我好 那你救个人 你救个人 你救个人 我哄愁了 我 你救个人 接电话 接电话 我总觉得 这件事情是熟人做的 外人根本不知道 云朵跟百合在云山啊 对呀 我觉得现在去说这些 已经没有用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 保证孩子的安全 百合那边怎么样了 都快急死了 先把百合稳住 现在绑匪要的是钱嘛 所以我们应该 先把钱的问题解决 云朵虽然不是你们亲生的 但是他进了我们离家的门 就是我们离家的人 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 明天这样吧 我们把熟人的钱准备好 先满足绑匪的要求 让百合去等绑匪的电话 还是那句话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这笔钱我来出 自从百合到我们家 来了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 就当赎罪了 妈 应该的 明朗 明天我跟你陪百合一起去 多个人多个照应 好 谢谢哥 百合 你确定要自己一个人去 嗯 王匪不让我告诉其他人 我怕他看见 还有其他人跟我一起来 会对云朵不利 我不放心 你放心吧 我可以的 我跟我哥会在附近看着你的 嗯 那你小心点 别被人发现了 钱都在这儿 拿好了 嗯 嗯 云朵他怎么样 那就好 你先按计划进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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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你为什么 知道了啊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我马上就到了 我去上网去搜一下 你让我看看 是的 好像打折啊 马上肯定便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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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很好 很准事 钱带来了吗 我都带了 五十万一分都不少 孩子现在在哪儿 他怎么样了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云朵 你放心 孩子没事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我给你钱 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别急 你听我说 这次啊 这是对你的一个测试 看来 你还是很讲信用的人 孩子在我手里 放心 但暂时还不能给你 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一八四 一零四二 五五八八 好 这个电话 要保证二十四小时 一定要开着机 两天之后 准备好两百万 到时候 咱们枝江广场见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你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信用呢 不是说好了给五十万 就放人的吗 孩子在我手上 费什么话 想要孩子 就要听我的 费号 你怎么把钱又拿回来了 对方说要两百万 不给的话就再也别想见到云朵 两百万 怎么会这样 他们都是亡命之徒 跟你能讲什么道理 只要孩子在人家手里 他们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得做什么 可是这两百万 后天就要凑齐 我们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这些钱凑齐呢 百合不用担心 钱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我们哪来那么多现金呢 哥 你那边能动的钱 大概有多少 你也知道 我们是小公司 我们的账上 没有那么多现金了 那我只能回丽江想办法 现在爸不在 从公司拿钱恐怕没那么容易 我知道 也只能试试了 我现在过去 哥 麻烦你帮我送百合回去吧 好 张叔 是 是明朗 挺好的 是 好久不见 是这样的 我有点急事 我急需用一笔钱 看你能不能帮 明白 明白 没关系 没问题的 行 行 好 我有空找你吃饭 好 谢谢 喂 李哥 明朗 是 最近 最近有点急事 我想请你帮帮忙 你在开会啊 好好好 行 那我等你开完会我再联系啊 好 没问题 再见 明朗 是我 明朗 是我 百合 明朗 钱筹到了吗 哦 我现在在处理啊 会不会 太让你为难了 不会 怎么会呢 总之你放心 不用着急 真的 好好休息一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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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朗 你那边钱筹到了没有 公司出了状况 钱拿不到 哥 你看你那边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好 你先别着急 钱方面嘛 我帮你想想办法 不过 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帮你筹到 好的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遇到了难处 那怎么办呀 马上就要交钱了 你将这么大公司还想不出办法来吗 你不知道 现在这有钱人吧 你看这有钱 实际他那点钱全在买卖里呢 一时半会儿还真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 还有我听说啊 最近公司情况也不怎么好 那 那怎么办呀 我也帮不上忙 我那钱都投到那个蔬菜公司去了 大华 大华 你还有多少钱 实话实说 那个 十万 十万 你 你竟然还有十万 那你整天吃我的喝我的你骗我呢 我那十万块钱是留着咱俩结婚时候用的 再说我那十万块钱 那两百万还远着呢嘛 那也是十万 十万 行行行 行行 百合 你不是公司的大股东吗 你说话肯定管用 你去公司拿点呗 没有董事会的签字 谁也提不出那么多钱来 百合 吃点吧 别把自己饿坏了 钱的事都还没着落呢 哪有心思吃饭 钱的事你就相信明郎 他一定会筹到钱的 我和明郎已经离婚了 这时候他还要为我的事情着急 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你又来了是吧 现在是救孩子要紧 你跟他的关系就先放放吧 饭凉了 我去给你热热 不用了 我吃不下 干吗去啊 我想出去走走 偷偷气 我陪你去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心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啊 好 Jr. 虞峰 你不是撞到脑子了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 我没事 要不然去医院检查一下 除了撞到脑袋以外 有没有擦伤什么别的地方 我真的没事 我还是送你到医院那边 帮你拍一张片子吧 你不用担心 医药费全都由我来付吧 谢谢你的关心 你看我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吗 我真的没有事 不如这样吧 我找司机送你回去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没事了吗 你就让我送你吧 不然我真的过意不去的 还有现在天这么黑 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更过意不去了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没事 我没事啊 谢谢你的关心 再见 我真不是坏人啊 等等我 你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只是担心你而已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你不需要这么紧张 那不如这样吧 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 我都会负责任的 我没电话 没电话 那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吧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我的 如果世界上能多几个像你这样负责任的人 就好了 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来负责 我觉得你还是先记住我的电话号码吧 你就记一下吧 记得住吗 记住了 已经记住了 可以背一下给我听吗 如果你真的记住的话 记得打电话给我 随时都可以 我电话从来不关机的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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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对呀 百合和云朵呢 明朗哥 事情怎么样了 那些人改变主意了 把赎金加到两百万 改在后天交易 这么急啊 这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这钱都在公司呢 我现在从公司拿不到钱 我已经问过身边所有的人借钱 不是说没钱就说太忙 换做以前他们有困难 我们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忙 现在 算了 这也难怪 两百万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字 谁都得掂量掂量 我怎么就两百万都没有 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后天还是没有钱 那该怎么办 明朗 我这卡上钱不多 你要是不嫌弃啊 就拿去用吧 红衣 你这是干吗 我怎么能用您的钱呢 云朵这孩子我也喜欢 我也不想让他出事 你就拿着吧 就当我是帮云朵的 红衣 你一个人好不容易挣下这些钱 我知道 这些钱你要用来养老 我怎么可能拿来用呢 放心吧 没事的 不用担心 妈 你们睡吧 我再去想想办法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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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 别哭了 小祖宗 你都哭了一夜了 你累不累啊你 来 吃点东西好不好 老玉米 小热狗 你可不能哭坏了呀 你要是哭坏了 我的摇群书可就没了 小祖宗 你要是不哭的话 过几天就能看见白鹅阿姨了 来 吃点东西好不好 小祖宗 小祖宗 你要是这样的话 白鹅阿姨知道了 她会不高兴的 这才乖 小祖宗 睡觉睡觉 不睡是吧 行 我睡 叫你睡觉你不睡 我想睡觉你还不让我睡 行 我陪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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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赵贤孙 你最近忙什么呢 你家你不在 打你手机还关机 二姨啊 我在外面办点事 手机没电了 刚刚才冲上 真是的 我跟你说 你妈让我给你带点家乡的土特产 你有没有时间咱们见一面呢 哎呀 就先放你那儿吧 我真的还有事 忙着呢 那 那放长时间那不糟蹋了吗 你出来 你忙什么呢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一会儿忙完 我给你打电话 好吧 好 你快点啊 好啊 这酒不错 咱们筹的那笔资金 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之前看的那块地 虽然有点小问题 但是因为价格便宜 好多人都在打听 万一要让别人抢了去 我们就得另外想这了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 就不知道得等多久了 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好事多磨吗 这件事不是可磨的 你等黎江那边反应过来 等黎明朗的脑筋转过弯来 咱们就白走这一遭了 我心里有数 这做事 该吻的时候吻 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 就要下得去手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来 干一杯 请不吝点赞 按赞 arakat